3月19号 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座谈会召开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于天敏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坚守人民情怀 倾听群众呼声 全省政法机关要始终坚持 开门搞教育整顿的原则 坚定整顿玩仗顾及 清除害群之马的决心 以永不懈怠的奋进姿态 和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 全力推进政法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 政法队伍的新变化 新气象 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赵延庆 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报道 3月19号 我省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向社会公布 关于违反换届纪律问题举报受理方式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通过电话 网络 短信和信件等方式 反映违反换届纪律有关问题 举报电话 024-12380-024-12381 举报短信 159-0401-2380 来信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邮编110822